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与数以千计的人 参加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葬礼 一天之前 他弟弟被自己保安小组 一名长期成员枪杀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艾哈迈德·瓦利·卡尔扎伊 在阿富汗南部全是显赫 他在坎达哈的家中 被自己保镖小组 一名长期成员枪杀 杀手名叫萨达尔·穆罕默德 事发后 被安全小组其他成员击毙 塔利班声称对暗杀事件负责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说 我对塔利班传达的信息是 我的同胞 我的兄弟停止了杀戮你们的人 杀戮是很容易的事情 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可以真正拯救人民生命的人 才是真正的有事 阿富汗官员说 目前尚不清楚瓦利卡尔扎伊的死 是出于反政府活动 还是内部酬息 有关官员说 附近赫尔曼德省省长的车队 在前往葬礼途中遭遇路边炸弹袭击 但是省长没有受伤 阿富汗的一名神志议员 塞伊德·穆赫辛说 阿富汗总统的兄弟 部队将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努力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奥巴马政府也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